朋友们好,我是阿良 前段时间叔叔家花了2800块钱 请了一个挖机师傅拆考验房 准备建新房子 里面还有很多的废弃材料 还有钢筋啊,铁片这些 昨天收费品的大叔过来一看 给了9毛钱一斤 卖了2000多斤吧 总的收获了2200多块钱 今天还有一点 所以他们又过来收购了 总的算下来 好像没花什么钱吧 挺划算的 今天他们叫了两个车子过来拉铁 昨天拉了一大部分了 这是叔叔之前花了2800 请着挖机师傅拆的考验房 准备建新房子 这拆掉的时候里面有大量的钢筋啊 钢板这些 没什么用了 卖掉了,9毛钱一斤 这个是雨棚拆掉的雨棚 也是9毛钱一斤 这让我觉得有点可惜啊 你看都是好的 这以后要是有需要搭个雨棚 真的挺好的 还有这三台烤烤烟房里面的电风机 全都是好的 尤其这个电机都是好的 博放这里也没什么用的 基本上用不上 也就卖掉了 几毛钱一斤 这估计得有一两百斤吧 这估计得有一两百斤吧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吧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吧 不会不会 看不懂看不懂 看起来这么一丁点 居然有两百八十九斤 一百一百十五公斤大 二百五大 百公斤 大的是二十五公斤 一百十五公斤 二百五公斤 二百五公斤等于是 好多啊 等于是十五公斤 二百四公斤 二百四公斤 一百四公斤 二百公斤 那的是十五公斤 十五公斤 十五公斤 二百公斤 二百公斤 就是什么事 是什么事 大叔刚才在那里讲了那么久 说这个秤应该怎么看 怎么看怎么算 其实我一点都没听懂 你们知道这个秤是怎么看的吗 我凑近一点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多少斤 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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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三十九斤 今天又收获了六百多 相当于拆这座房子一分钱都没还 难怪之前有挖技术说不要钱帮他挖 然后里面的材料归他 其实价钱也差不多了 有没有 也是 大人的材料归 但我们评订了 我们有充分的材料归 感耀了 有充分的材料归